高举标语大声喊出诉求 一行人冲破象征白色雾霾的布幕往前迈进 为了诉求空气品质改善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19号这一天 串联台中高雄举办反空屋大游行 其中台中厂部分 不但首度将市民广场前的公益路封街 现场也有不少NGO团体和亲子自发性到场参与 原本很健康的肺 里面就充满了各种脏污染的东西 黑妈妈的一片整个都被污染掉 然后也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吸到的那个空气都是脏的 其实孩子的身体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对像我的女儿野兽也会就是眼睛痒啊 或者有鼻涕 就是一方面让市政府了解到 我们的生活环境品质下降以外 我希望市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这样子 超过上千人走上街头 队伍绵延数公里场面十分壮观 争取健康呼吸平权 除了有中部县市首长和明代出席外 前中营院长立院哲也特地到场立挺 主办单位也强调 希望透过游行的方式 要求政府能够正视空污议题 有效控管在地工厂的污染源头 我作为一个地团的行政收入 我比大家人家有比较大的借人 应该要鼓励 有效来防止空气的污量 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为我的官民 我们可以驾出来 就是为了台湾的AIR 考虑台湾 但是希望 我们用行动的 不是用嘴巴 为政府 尽管台中市的部分 是由副市长林依营代表出席 但市长林佳龙也强调 空污议题不分你我 需要政府跟民间一同加入 参与改善的行列 我们的这些很多的机车 二行程它的污染量是非常的大 像燃烧稻草 或者是一些这个阳城 其实都是每一个人 可以从自己生活上 去做一些改善 这样共同来 让台湾的空气 可以改善 那孩子们可以看到蓝天 随着空气污染议题 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 民众纷纷走上街头 表达强烈诉求 而主办都也希望借此活动 让政府部门能够加速 制定空污防治的措施 还给全民一个干净 新鲜的空气品质 记得陈伯瀚 台中采访报道